哈喽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对于日系车有何看法呢 是感觉日系车的质量非常的过瘾 还在保值率特别的高 那么我呢 今天就和一位粉丝去赛店 看这么一辆新车 就是广汽丰田的雷灵 我们也来看一看 这辆车的刚刚经过改款之后 上市了 它新车的优惠程度均有如何 又或者说全新的雷灵 它全都办了 需要多少钱呢 下面我们组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辆车吧 老体们看好了吗 眼前这辆车全新的广汽丰田雷灵 配置呢 我听萧柔说 这是最新款 2021款185T豪华版 我呢 本以为哈 他所说的185T不是1.5T的发动机 就是个1.8T 结果呢 萧柔他就说 这只不过是一个1.2T的发动机 雷灵从来没出过1.8T 我呢 也开始感叹哈 连丰田这种日系品牌 也开始学开奥迪了 毕竟奥迪要后出什么 35TFS 45TFS 当然他们呢 也只不过是一个2.0T而已 新车造价呢 是12万9800 我感觉呢 这个售价 现在来说还是贵了一些 如果呢 售价能稍微便宜一些 卖个11万 我估计这车就很好卖了 和我一通前来这位朋友呢 也是一直想挑一辆 这么一个家庭用车 他感觉呢 如果啊 能够加92号的油 质量呢 还能举小的可靠 东西呢 不用特别的好 只要能正常的上下班 就完全可以了 我感觉这辆雷灵 就非常的符合 剩下的就是价位了 我呢 一把这个诉求给销售说了 销售呢 他也说 这车现在的确是有优惠的 像是辆1.2T的燃油版啊 分期呢 可以给你做到 优惠6000 如果要9000款 优惠3-4000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和朋友呢 随后就说 这个价格呢 我们感觉实在是没有什么性价比 因为他的邻居卡罗拉已经优惠程度达到了5000以上 最多的已经接近8000了 随后呢 就开始那些套路啊 有什么卫领导啊 有什么实际价格 不过态度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优惠我们端茶倒水的 经过半个小时的来来扯扯 最终商量价格呢 是半分期优惠8000块钱 招宣款呢 是直接优惠5000 最后呢 全部啊 给我们列出列表来 算来的价格呢 是137 也就是说137就可以把这掉 1.2T的豪华版 可以提回家 我朋友对此呢 也是非常的满意 这辆车它的内饰呢 我们可以看到哈 不管是多功能的方向盘 还是做工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用料 还是以前风险那些 全部的啊 硬素的 后外空间呢 很大 我们最近其实完全不会有任何技术的感觉的 那大家感觉 花13万多啊 不到14万 这么一个价格 买辆雷零 到底值不值呢 下先生的转步车